2012年 演员关山在家中因高血压并发离开人世 在其生前 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的女儿关芝林了 说来 这对妇女之间的恩怨交葛 也是令外人感到唏嘘 28年不相见 等到再见已是阴阳两格 在父亲的葬礼上 关芝林再也没有了曾经对父亲的憎恶 还花了400万巨款为父亲买了一块墓地 那么话说回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恩怨 才让这对妇女在生前的近30年中不肯相见呢 虽然关芝林是香港的著名女星 但实际上 关芝林的祖籍地在东北 关芝林的宗祖父名叫关士洞 是一名东北军士兵 不过由于抗日战争东北战场的迅速失利 关士洞眼见大势一去 也只得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路向南奔逃到了香港 从此以后 关家人就在香港安身立命了 关家虽然是大户人家 好那也带了不少的钱财 但正所谓人离乡土建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 那些从老家带来的钱财很快就花费干净 之后为了能够养活家人 关士洞不得不白天打零工 晚上出夜场 长期高墙洞工作的结果就是 关士洞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就因基劳成疾不治而亡 关士洞走后作为家中的长子 正在上高中的关山毫无疑问地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离开学校后 由于在香港没有人脉 又没有多少钱财和学历 因此关山的工作也都是做一些苦力活 从码头工人到工厂搬运工 工作不仅又苦又累 工资低 而且还很不稳定 往往是干了今天 没明天 好在关山一直都没有自甘堕落 无论工作再苦再累 生活再艰待险 他都始终坚持学习 并关注时事 1954年因为人鬼恋这部电影 让关山萌生了当演员的想法 说干就干 在当年 关山就自行报考了自由公司的演员招聘 可是由于关山在此之前 根本就没有真正接触过演员这一行业 以及相关知识 所以不出所料的就落选了 但这次失败并没有浇灭关山的热情 在又经过了两年的备战后 1956年 关山终于考入了长城公司 进入了演员训练班 并受到了导演袁仰安的强识 出演了《阿Q正传》 也正是靠着这部作品中的优秀表现 关山成为第一位 斩获国际洋发奖的香港演员 从此之后 关山变成了影视圈中的老前辈 完成了命运的改变 那么在事业有成的同时 关山的家庭又如何了呢 在进入长城公司后 关山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发妻张彬茜 两个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流后 觉得对方都还可以 便在1960年结婚了 刚刚结婚的几年 夫妻两人的关系还算和睦 并在1962年生下了女儿关之林 有了女儿之后 张彬茜便离开了影视圈 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可是令张彬茜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看错人了 在1960年时 关山就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演员 1961年关山更是开始 和曾经红极一时的 韶式电影签约合作 而韶式电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不管剧情怎么样 里面的女演员都是风情万种 绝对的古典美女 而关山也是个经藏不住诱惑的人 在和韶式电影合作期间 作品拍得不多 半炮的美女是真不少 绯闻是一浪接一浪 成为当时香港众多 画边新闻的男主角 对于丈夫的出轨 张彬茜起初选择了宽容 没办法 现在张彬茜已经没有工作了 还要指望关山养活女儿呢 她所能期望的也就是 哪一天关山能够良心发现 回归家庭 最起码也不要把那些 阴阴厌厌的带回家中 可是在一段关系不平等的婚姻里 妻子越是纵容 丈夫就越发放肆 在刚刚放纵的那几年里 关山虽然时常闹绯闻 但好歹还知道 照顾家人的感受 但到了后来 关山就越发胡闹了起来 甚至将那些野女人带到家里 任凭张彬茜再怎么忍气吞声 都没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在1975年 彻底被关山伤透了心的张彬茜 选择了离婚 带着儿子前往美国 有这么一段经历 也难怪关芝林对自己的这个父亲 那么不感冒了 不过若仅是如此的话 关芝林倒也未必会和自己的父亲 闹到后来那种地步 那么后来的关山又是如何进一步 把自己和女儿的关系撕裂的呢 母亲离开之后 年仅13岁的关芝林感到非常伤心和惶恐 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母亲和小弟了 而更让关芝林感到担忧的是 在她的记忆中 关山就没怎么管过自己 自己从小到大的所有事情 都是由母亲来操办的 那么现在母亲走了 自己该怎么办呢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关山对于这个女儿怎么说呢 出手相当慷慨 每个月光是零花钱就有上万港币 但是在感情上嘛 那就是一片荒漠 毕竟关山还赶着和美女约会呢 哪有心思回头看一眼女儿呢 在这样畸形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关芝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19岁那年 不知道是出于报复 还是想要迷腐童年趋势的父爱 关芝林于37岁的富商王国生 谈起了恋爱 得知此事后 关山自然竭力阻拦 虽然她平日里不怎么管教女儿 但也不愿意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糟老头啊 可是关芝林又哪会管这位父亲的想法 父女两人因此多次争吵 关系彻底破裂 可这一次关芝林真的错了 因为在嫁给王国生 仅仅半年后 两人就离婚了 之后关山去了美国 而关芝林则游戳在了香港 在此后的20年后 父女两人彻底断了联系 不过说起来关山也确实是个渣男 他去美国可不是去看望前妻和儿子的 而是去风流快活的 即便60多岁后 关山依旧是老当义壮 绯闻不断 不过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云青时长期的纵欲 使得关山万年的身体相当不好 在2010年时 年近八旬的关山中风了 更糟糕的是 此时的关山身边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人 之前她的那些女友们也在第一时间捐款跑路 把这个糟老头子扔在了美国 这个玩弄他人感情一生的老头子 总算也到了还债的时候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关山才想起了她的家人 开始在媒体上忏悔 说自己之前的行为对不起家人 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原谅 对于关山所谓的忏悔 张宾切那是相当的不屑一顾 任他死活搭力都懒得搭力 可是关芝林却有一些心软了 虽然这个父亲确实是个渣男 虽然这个父亲在自己的童年 确实是一直相当糟糕 曾经深深伤透了自己和母亲的心 可是说到底 他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份血缘关系搁不断呢 所以关芝林找人将关山接到了香港 并将他送到了一处高级疗养院中 请护工来照顾他 关山才没有落得一个饿死街头的下场 可是也仅是如此了 对于关芝林来说 关山这个父亲实在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 两个人见面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此在关山回到香港以后 关芝林也一直在躲着他 直到2012年 关山突然去世后 关芝林才有些后悔 为自己的父亲举办了一场豪华葬礼 并花了400万港币 购置高档墓地 算是让关山最后体面了一把 尽了自己这个做女儿最后的那点小心 只不过在关山的葬礼上 愿意为他披麻戴笑的亲人 也就只有一个关芝林了 远在美国的张宾倩对于关山之死 毫无情感波动 因为那个可怜的女人 早就已经为关山流干了自己的眼泪 至于关芝林 虽然在葬礼上痛哭流涕 但是心中又有几分是为关山而哭 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关山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但无疑是一个失败的丈夫和父亲 她辜负了自己的发妻 只顾寻欢作乐 之后又是各种寻花问柳 不知惹下了多少风流债务 作为父亲 关山也是不合格的 对于女儿不止关心 对于儿子不管不顾 她罔顾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 让孩子们在破碎的婚姻中成长 能够有女儿关芝林在死后尽孝 也算是走运了 对于女儿的演员 最后也有女儿的演员